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在疫情當中,其實是一種福氣 在Work from Home的過程中 通常會有這個鏡頭做事 這個鏡頭是補劇 有些電視劇可以一家大小合家歡看 有些兩夫妻一起看 有些有一個人看 不是說愛情動作片 而是說日本的大學劇 因為通常一夜五十集 又長又臭 而且是說日本的古代歷史 就未必有人有興趣 於是最好一處做事一處看 我現在的習慣通常是 Work from Home一至五 就可以看到五集每一集 其實大學劇都挺搞笑的 我自己覺得 其實有一半都是同一段歷史 就是戰國時代 在戰國時代 在戰國時代 很三福氣 出出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用不同人物 以不同的角度 來重複一次 一小次三角演義 你用完藝角 用熟角 用完熟角 用五角 用完熟角 用完熟角 然後有很多三角字 每一代都玩齊 然後你還要買一個 伏黑版 十幾代一起 再玩一次 童年回憶 但我又覺得 每次都看得OK 俊俊由美 最近看過幾套 剛剛看完那套 江公主門的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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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淺井長征的三個女 非常顯赫 我想在中國 除了宋家三姊妹 又或者在魏晉南北朝時 這個獨孤三姊妹 才能夠比美 因為那三個女 大女 嫁給了風神秀吉 而二女 嫁給了經濟高次 那個比較彈賺 三女 江公主角 嫁給了德川家康 他的兒子 德川秀宗 成為了江湖莫府的第二代將軍 除了這個顯赫的身份之外 亦都有幾樣東西 觸動了我 我相信 他們的傳奇色彩的人生 顛沛流離 他的大謝 經歷了三次城破 看著自己的親人最愛的人死了 第一次就是近江的金濱城 現在叫長濱城 來到他爸爸 被人兵臨城 最後他爸爸切腹 然後叫他們走 那次是第一次城破 第二次的城破 就是當他媽媽 阿屎 即田信長的妹妹 因為本能子之變 然後天下再重新大亂 他就改嫁給了柴田聖家 但是柴田聖家又被雨柴秀吉 之後叫封城秀吉去打贏了 於是他們就在他的城池 重新再去焚燒 然後又自殺死 看著媽媽 以及改嫁後父 自殺身亡 他們又在城破之前 送他們走 第三次城破 就是當他和封城秀吉生了兒子 然後養大成人 但是就和德川家抹臉 大阪城 最後打書仗 大阪城破的時候 這個大姐就自殺身亡 和他的兒子一起 所以我覺得是很悲哀的一個故事 雖然當然我們這個女主角阿剛 實際上只是經歷過中間去以父 或者後父死的時候 當時那一次城破 原因是因為第一次城破的時候 她是嬰兒女 第三次城破的時候 她已經嫁入德川家 當時她留守江湖 沒有親眼看到 但當然她因為大姐死的時候 也會有傷心 同一時間這個女主角 也是她自己的人生和她的愛情故事 也是比較坎坷被人擺佈得很厲害 結果三次婚 究竟她有沒有真正的愛情呢 這段的大學的就說她是有的 每一段都會留下一種的回憶 或者是遠色在當中 第三段的時候 一開始有很多不同的磨合 但最終她都能夠和她的老公 德川壽終可以叫做有情人終成眷屬 在歷史當中可能都是事實來的 因為德川壽終只娶過她一個老婆 暫時只能夠這樣去搞下其他女人 生了兩個私生子 就是只有她一個正室 她之前有一個正室 早就死掉了 這個不算了 所以純粹是害怕她 她已經做到一人之下 天王是傀儡 萬人之常的時候 不合理 所以這張是用愛情的角度 讓她們牽涉 為何她不領取 某程度上說得通 我覺得 普通大學劇 如果是從一個男性的角度出發 通常是怎樣讓名立蠻 無論她是幫助一個大名來打天下 或是自己來打天下 都會比較是喜歡 勇武 政治上的把戲 各方面 而這一套是比較女性 當她們走入戰國的時候 當她們身不由己的時候 而不是像這個 督基那些 可以果敢堅禮 又或者好像這個 早幾年 柴奇幸做的那個 植府 那樣 這些很坎坷 但又是很勇武的 而這一套純粹是說 她是積田家的三個公主 在這種身不由己 你連結婚 都不能夠自己決定的時候 為什麼能夠維持到那種堅毅 而那份純真 即是她相信的那樣東西 她不會去退縮 甚至乎她看到不同的人 包括一些逼迫她的媽媽 或者殺父仇人 各方面的時候 她怎樣跟她相處 來去據你力爭 各方面 這個呢 都是我覺得幾特別的地方 當然在真正的歷史 她是不是真的有那些 堅毅那樣 這個另一回事 可能都有一點點 但是未必能夠 好像一套劇 說得這麼鮮明 所以某程度上 這套劇 存在著很多的想像空間 和創作在當中 這件事其實提醒了我 一件事 就是 有時那個 時代 時局 或者歷史的巨輪 不到我們去選擇 我們生於師就長於師 但是 有一些事情 我們是 沒有人能夠奪走 例如信念 例如我們自己的性格 那究竟我們是 為了生存的時候 去扭曲自己 還是寧願死 我們仍然都去堅持 又或者更多時候 在這個光譜當中 我們站在中間的什麼位置 那這些都是 就是 在這套劇 主角的人生當中 我自己會覺得 是一個 很有感受的一套劇 另外 有些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因為 他和每一個 這麼重要的人 都有親密的接觸 於是 你就會覺得 這個光 就好像一個記者 同時 因為他的 索造 他的形象 就是很果感 很率直 於是 他就 訪問不同的人 例如 他會訪問 積田信長 為何你這麼 硬僑硬 為何你這樣 對神子 然後積田信長 又會回答他 他那裡 過癮 然後 譬如 明智江壽 有一段 橋段 說 本人子之後 江公主 被人捉了 捉了去見明智江壽 然後 明智江壽 見他的時候 江還敢問他 為何你殺我 舅夫 然後 明智江壽答得很妙 因為 這是千古奇迷 為何他要 這樣 然後 他的答法 就是 我不知道 如果 讓我再選一次 我不會這樣做 我覺得 很過癮 就是 不知道 另外 他也會訪問 柴田信家 義父 訪問 風神秀吉 因為 覺得他有很多事情 做得不對 又或者訪問 他養子後來被殺了的 風神秀刺 跟德川家康的對話 為何他要背叛 風神家 德川秀宗是他老公的時候 他的幾段對話 和他的兒子 最後最後第四十五、四十六集的時候 德川家剛的對話 因為他本來是疼過小兒子 多過大兒子 但是 因為這段對話 他就來改觀 關係 重新建立 的時候 因此 某程度上 加了分 令到家剛 保得住 他第三代將軍的位置 這些都是一些 很特別的場景 哪怕這個 可能純粹只是 在江這個角度出發的 所謂訪問 以至到 你會覺得 到了 因為訪問 因為相處了一段時間 哪怕 積田信長 其實某程度上 好像是 將這個 他媽媽 阿屎 即是 積田信長的阿妹 用來做了一種 政治婚姻手段 最後又殺了一個敵人 於是 令到他一家 都好像在一個尷尬的位置 當中的時候 但是 透過那個訪問 又能夠原諒 和理解他 甚至是 明治江秀殺了他的舅父 封臣殺了他的繼父 因為這些接觸 因為這些訪問的時候 居然阿剛 又能夠 kind of 理解到 而用一段時間 能夠接受他們 轉頭 甚至乎 能夠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你代入了一個角色的時候 哪怕那個中間位 其實是 中和奸的位置 其實是 很模糊的 不會像其他 一個是仇人 一個是正義 那一種的大學劇 在一種模糊當中 可能有少許美化 但是同一時間 你又覺得 戰國就是這樣 當然 有些人 會覺得 有點像日本 二戰 那你 純粹就是 戰爭很可怕 最好我們追求和平 但是你從來沒有問詐 但是 如果你代入戰國時代的時候 你是否真的可以問詐 問到一些意思 而又 對和錯的一些東西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挺有趣的 一個聯想 當然 不是每一個都好像江一樣 譬如 他也有說到 後來出現的一個春日局 就是 德川家綱 他兒子的奶媽 他放不下 和風神家的仇恨 為了要報仇 於是 就來湊大這個家綱 把風神家 至少這個故事的設局是這樣 變相來講 就有少少平衡 就不是一面倒 而這套戲裡面 就 除了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覺得有些少的位置 是幾 令我自己覺得好的 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他媽媽的愛情故事 寫得很好 而且他找過演員 寧木寶奈美 其實他去到四十多歲 其實都不是說老的 那時候他 現在五十多歲 我覺得他很有氣質 而且 我很欣賞他 用很短的時間 交代了他和淺井長勝 那個可歌可憂的故事 我覺得很有趣 另外 積田信長 其實他用了五集時間說 但是 他和神夏之間的交往 他和千利休 和全教士 這些都 我認為 很聰明 而且 你會 從這些很細的細節 當中 能夠看到 積田信長 真是當時的一個怪節 然後 他又會寫 《風神秀吉》 和千利休之下的關係 這也是日劇當中 經常會說的 而這一段 亦都說得不單止 只是說到 《風神秀吉》 純粹是一條老粗 什麼都不懂 對藝術 就是 好像一個討號 而對千利休 只有妒忌 他不是這樣寫 所以 也寫得很可愛 同時 他也為德川秀宗 和定殿 大謝 來大庭反 我們知道 在很多大學劇 或歷史中 都說到 這兩個人是 宇宙巨廢 一個 就輸了大反城 令到他兒子變裙腳仔 另一個 每次打仗 都輸到 德川秀宗 但是 同時 從阿剛的角度出發 你就很明白 為什麼他會為他敗平法 因為 大哥是一條老公 沒有理由 他覺得他很廢 而且他不在戰場 看到他 他的交代就是 德川秀宗 以外和平 另外那個是 大姐 他會覺得 媽媽當年 在北莊 和繼父 自殺 現在 大姐 繼承了媽媽的 信念 和剛毅 在大阪的時候 和他兒子一起自殺 很明白嗎? 他沒有敗國 又說得通 同時 他沒有調整到 當阿剛死了之後 其實 他兩個兒子 是反目成仇 之後 最後 德川家剛 其實 在他 老爸一死 就殺了他兒子 當然 那時候 阿剛又不在 所以 你說他不只是 這兩件事 都合理 而且 如果你喜歡看 打鬥的話 這套可能 失望 因為 無論是打鬥 用 計 全部都是 點到直指 在女人的角度 可能 他都是合理 反而 會多了一些 在宮廷裡的 那些 嘻嘻嘻嘻嘻 那些 場面 就會多了 但又未至於 去到 攻心計 那種 勾心鬥角 那些 比較起 如果你喜歡看 風林火山 那種 軍師的 戰略 又或者是 曾田園 那種 以小勝多 鬥志 鬥力 如何求全 又或者 最後要殺身成人 又有少少不同 另一方 愛情的描述 他跟篤基 本身 是一個 很有智慧 很硬朗 性格很鮮明 的一個人 有少少不同 但是他三姊妹 再加上他媽媽的 那幾段 愛情故事 我覺得是寫得精彩的 當然 不要計算 都是 《篤基》和《光公主門》 都是同一個編劇 我自己覺得 都蠻好看 值得去推介 你在Google 搜尋 在《daily motion》 那裡 可以搜尋 這部大河劇 只有46集 就比正常的 少不了4集 可能會舒服一點 再加上 其實我剛剛去完日本 2019年的時候 不是剛剛 現在都想去多次 日本都沒有機會 去了南近江 正正就是 淺井長征 那個地盤 他在安土城那裡 的確就是 江和他的姐姐和媽媽 住在他童年的時候 居住的地方 真的有他的紀念像 有很多關於他的東西 所以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又會讓我能夠去回味 好像穿越回去 真的 日本 一住疫情 但是同時間又好像 回到日本 Anyway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Billy巴拉托 如果你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 讚好和分享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